此次志工与社工陆续在病患报道 这是博斯仁义会第九次大型议诊 现场有中西乐演奏 还有桌游和病患同乐 用心营造的温馨氛围 因为过去的看诊经验发现 有些病患情绪紧绷 甚至临阵脱逃放弃治疗 牙齿痛的话就吃得不好 或是没有牙齿的话 吃东西就有一点不方便 那以亚洲病的话 就是牙齦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病人都是会发炎 30年没看过牙医的街友 出来时生怕被人看到吸收不诊的牙 医师为他定制假牙 从叙利亚逃难过来的第八 在这感受安心自在 当我来到这里 我完全感到愉快 其实不是只能够做这种 很简单的治疗 当我们来到这里 因为我担心孩子们 我会回到这里 他们会帮我帮助 我来到团队 来看我的孩子 与他们练习 爱不分种族 活戒 不肆意诊帮助病患重拾健康 自信 还有浓浓的未属感 带一新闻这些美志工 澳洲报导 承诺